菲律宾国家警察遗憾宣布 上个月在文贞于巴士阿拉邦住宅区 被绑架的6名中国公民中 4人已确定遇难 被绑当天 3名菲律宾人在距离 阿拉邦大约60公里处被释放 2名女性中国受害人的尸体 于11月1日在黎沙省滩内镇被发现 另外2名中国男性受害人的尸体 于11月6日在奎松省Infanta镇被发现 警方表示 3名被释放的菲律宾人 通过医务确定了男性受害人的身份 而当局正在对受害人家属进行DNA采集 以确定4名遇害者的身份 菲国警反绑架大队表示 受害人家属至今未接到任 和索要赎金的电话 因此尚无法确定绑架动机 据了解 一同被绑的11岁男童 及其母亲尚未被寻货 目前列为失踪人口 警方希望绑匪不要杀害他们 您要尴尬的 您要尴尬 您要尴尬 职业